您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收看今天的闹钟新闻 您会边走路边讲手机吗 小心 走路讲手机的亚裔妇女 在旧金山是最容易被锁定行抢的对象 警方最近公布数据 旧金山在4月18号一天总共接到八起街头抢案通报 其中有一半的受害人是年轻的亚裔妇女 她们全都在路上被抢走手机 警方说亚裔妇女之所以是街头抢匪最常锁定的目标 原因有三 第一 是亚裔的习惯是即使出事了也不爱报警 第二 亚裔妇女的反抗能力最低 第三 亚裔身上带的现金通常比较多 所以边走路边讲手机的亚裔女性 就成为歹徒眼中最容易下手的肥羊了 最近发生的亚裔女性在街头上被抢走手机的案件 受害人的年龄只在18到30岁之间 案发地点都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其中有人被抢走手机之后还被推倒 导致肋骨断裂 抢匪都是年轻的非一青年 年龄最小的抢匪只有14岁 新闻继续来看 手机应用程式APP竟然可以预防夫妻吵架 最近有研究人员正在研发劝架APP 可以在夫妻快要吵架之前侦测到不安的讯息 发出简讯 劝李志线快要失控的老公和老婆 冷静冥想缓一缓 南加大利用科学仪器针对34对接受实验的夫妻进行追踪 这套科学仪器会记录他们在吵架吵得不可开交时的心跳 皮肤导电程度体温还有使用的语言 之后这套仪器会统计运算出夫妻在争吵的指标 就像有人在说出always never等字眼的时候 通常就是它火山快爆发的前兆 APP在听到了关键字的时候 就会立刻发简讯给快要冒烟的夫妻 要他们快冷静 目前这套科学仪器侦测夫妻吵架征兆的准确度 已经高达八成 情绪紧绷的时候来一杯冷饮也可以降火 提到最近火红的冷饮 不能不提到Starbox推出现实五天供应 大爆红的unicorn Frappuccino 独角兽新兵了 这款粉紫色的Farppuccino还加上蓝色糖浆 连鲜奶油都撒上粉红和蓝色粉末 看起来超梦幻 开卖第一天就引起采购 想尝鲜的人龙排得超长 让Starbox员工大喊吃不消 有员工上传影片抱怨 点Farppuccino的客人太多 让他人生压力超大 影片被疯传 又造成话题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